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老中新闻的电视节目 我是主持人Angela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湾区的新闻新事 根据科威国际不动产Codeway Banker的最新的一份房屋价格的报告 全美买房最贵的10个城市都在加州 其中7个城市在旧金山湾区 其余的都在南加州 今年位于硅谷西侧的Sala Toga登上了榜首 根据这份房屋价格最新的报告 比较全美2000多个城市的四房两位的房屋平均价格 旧金山湾区Sala Toga成为购买这样规格房屋中最贵的城市 平均的价格接近了250万美元 超过了去年排名第一的南加的Newport Beach的230万美元的房子 Newport Beach今年排名为第二 平均价格有所降低 但是也要达到213万美元 去年排名第二的Pala Auto 由于今年市场上没有四房两位 这样类型的房屋而不在排名中 目前湾区许多地区四房两位的房屋 平均价格都在100万美元以上 而全美平均价格为32万美元 排名第三的是Cupertino 排名第四的是红木城的Royal City 排名第六的是Camell Camel 排名第七的是旧金山 排名第九的是Sunnyville 排名第十的是Los Guedos 四房两位的房屋价格 全美最便宜的是底特律 平均的房价为64000美元 2017年美国小姐选拔决赛 11号的时候在亚特兰大大西洋城举行 最后由27岁的阿肯色州小姐 希尔兹赢得后冠 在初选的时候 以爵士舞获得最佳才艺奖的希尔兹 当天击败了进入最后总决选的其他14名的家里 赢得了美国小姐的头衔 并由即将卸任的现任美国小姐康翠尔 为她戴上后冠 据悉美国小姐选美赛自1921年开始 与亚特兰大市举行 当时为了促进观光的产业活动之一 今年选美大赛中最引起外界讨论的话题 是密苏里州的小姐欧法拉赫蒂公开出柜 成为美国全美史上第一位 公开承认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的参赛者 不过欧法拉赫蒂11号的时候 并未赢得评审们的青睐 没有能够进入最后总决选的15人的决赛名单中 好了本期节目就播送到此了 喜欢的朋友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